那今年的农历年呢 也是我第一次让我体验到这种 道地传统的台式年夜饭 因为我之前的农历年 我人都在日本不在台湾 yo 大家 我是圆圆 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今天是台湾的除夕夜 因为快过年了嘛 所以想说先把房间整理一下 我房间现在真的好乱 所以我现在准备要来大扫除 因为我明天要南下找朋友啊 亲戚人不在台北 所以想趁今天除夕夜有空的时候 先把房间整理一下 好吧 打扫房间 好 首先我就是要先把我床上面的东西清空 比方说 呃 这些充电线啊 就是我笔电还有iPhone的充电线 那我现在要先把这些电线做一个收纳 那这个就是我平常在用的电线的收纳袋 我平常像什么iPhone的电线啊 豆腐头都会装在这里面 那这个是Airwalk的牌子 真的超级好用 因为它很大 它可以装很多东西 谢谢Airwalk 像我一般在整理电线的时候 我会先把电线捆成一个圈圈 到时候要收纳放在电线包里面 会比较方便 那现在就只剩我的手机啊 电线包 就是还有一些零碎的东西 再把这些零碎的东西移开一下就行了 对 我床基本上就清空了 好 那现在我要用这个吸尘器来吸尘 那这个是小型的 它这个很方便 你可以随身携带 例如说你出去旅行啊 都可以用 它这个很轻 那这个我是在手串管买的 当初我是买920台币 我觉得还蛮便宜的 就是很值得买 那这个是日本的 这个很好用 我建议大家可以买一个 例如说你们以后有机会去旅行啊 你们都可以用到 它这个就是吸尘的 那我现在就是要把这个东西插在这里 那到时候再按这个开关就可以吸尘了 比方说这样 这样你看 但是可以吸尘 对 很方便 好轻 现在准备吸尘 那像这个吸尘器 它真的很方便 因为像床的话 如果你有阵子没有吸尘的话 多少会有一些屑屑在床上 所以我现在要用这个来吸尘 它这个小的真的很方便 因为这个小的你任何角落都可以吸得到 那如果你用大的话 不见得每个角落都能吸得到 好 我现在就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吸尘器的效果 还有它的吸力有多强 它也是轻而易举就把这些蟹蟹啊都吸起来 这个真的很好用 像这个床 真的你平常没有清蟹蟹啊 还是什么 这些杂西杂巴的都会有 好 我现在差不多已经吸完了 OK 好 那我先吸完了 我现在可以把棉被全部把它折起来 床的部分完成 那这些就是我平常用的一些梳洗用具 但是呢 苏洗这边我平常都有在整理 所以没有很乱 但是我还是要用消毒水给大家消毒一下 因为现在疫情嘛 还是要消毒会比较好 其实现在全球疫情真的很严峻 所以真的平常就要好好做消毒的工作 这个床头啊 都要给大家做消毒 我这个会再翻面 这个疫情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过去 好 那这边基本上的消毒工作结束 哟 大家 因为现在时间的关系 我现在比较不方便一直跟你们聊天 一直跟你们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因为我等一下还有事情要办 所以我现在要尽数的把房间打扫完 没关系 我继续打扫 房间的部分结束 去整理车子 哟 那现在我来到了地下室 那身后这台呢 就是我的车子 现在要先做内部清洁的动作 结束之后 我等一下就要去洗车子 好吧 开始清洁 好 那首先就是驾驶座的部分 好 我先开灯好了 有点暗 现在我要先做这边的内部清洁 车子也是一样 如果沙发有一阵子没清的话 也是会有一些屑屑啊 灰尘什么 所以还是固定要给大家清洁一下 好 我先看一下车子能不能发动 因为我有一阵子没有开车了 我怕它不能发动 我先看一下 希望可以发动 可以耶 可以发动可以发动 因为我差不多有快两三个礼拜没开了吧 因为之前有一次我回日本 大概一个月吧 没有开车 那时候我一回到台湾 车子就不能发动 所以我就担心 这次有三个礼拜没开了 会不会车子也不能发动 还好还能发动 对了 还有车子有一个很麻烦的是地毯 地毯比较脏 也是最难清的 所以固定还是要做清洁的动作 另外还有这个东西 那这个很方便 这个就是这样 直接套在手上 要用这个真皮活化乳 把车子的沙发插过一次 现在呢 我就是要把这个真皮活化乳 把它沾到手套上面 我已经沾好了 那上面这个白白的就是真皮活化乳 现在我要用这个 把车子的沙发插过一次 这样车子的沙发会看起来比较新 比较亮 就是像这样反复这样插 插完之后呢 你会觉得你车子的沙发变得很新 大概就是像这样 好吧 那我现在要赶快打扫了 就先不跟你们聊了 车子的内部清洁完成 准备去洗车和加油 走吧 终于回到家了 先洗澡 我刚已经洗了一个热水澡 好舒服 因为今天天气真的很冷 那现在也差不多快到我们的晚餐时间 我们也差不多要吃年菜了 对 不知道今年的年菜是什么 好期待好期待 那就拭目以待吧 好 阿嬷 你介绍一下年菜 阿卡太 过年喔 除夕吃这个会平安 幸福未来 这个算 这个要配这个乌鱼籽 这个是香港的香肠 两种 你说这个是香港的香肠吗 这个是日本啤酒 吃饱饭以后就吃一点甜点 对 那这个就是番后苹果 这样 还有橘子 苹果 梨子 都有 很多 还有这个是酸白菜火锅 干杯 干杯 香港人不是吃这种香肠 跟台湾香肠不一样 真的喔 先喝一杯啤酒 好过瘾 好吃 真的好棒 洗完澡喝一杯啤酒真的很赞 现在我要吃这个香港的香肠 嗯 这个是港式香肠 没有吃过 吃吃看 嗯 港式香肠 港式的好吃耶 嗯 两种颜色啊 也可以配这个蒜 宜兰蒜 这个是宜兰的 好吃耶 好吃 酸白菜 这边有冬粉跟竹笋 诶 这个很赞喔 这个冬天吃真的能补 酸白菜冬粉 嗯 很好吃 里面换 换什么呢 姜丝 才会好吃 这个是东北酸白菜 酸白菜很贵耶 你吃了以后 你根本就不需要吃它的肉啦 你吃它的汤 你吃一碗你喝了你就 还会享受 哦 谢谢 先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现在吃年菜 这个就是我们家的日常生活 我们就是这样吃饭 这样子 大家在厨夕夜吃了什么菜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也很期待你们吃的料理 希望新的一年 大家还是都能平平安安 健健康 健健康 大家也是哦 也是祝你们新的一年 万事如意 心想事成 哟 大家 我吃完了 吃的好饱 刚让我体验到真正的传统台式年夜饭 不过今天的年夜饭的量没有这么的多 因为我们家里的人少 我们家只有三个人 所以不敢煮这么多 怕吃不完 那今年的农历年呢 也是我第一次让我体验到这种 道地传统的台式年夜饭 因为我之前的农历年 我人都在日本不在台湾 所以没有这个机会让我体验到这种 传统道地的台式年夜饭 但因为今年疫情的关系 我也回不了日本 所以只能待在台湾过年 顺便也让我体验到了传说中的台式年夜饭 真的好满足 好感动 刚刚的年夜菜就是我阿嬷做的 好 那我刚刚看的时间是8点 那距离跨年呢 还有4个小时 那我想利用这个时间 先编辑我今天拍的这部影片 唉 其实YouTuber就是这样 就是别人在玩 YouTuber还要工作剪片 虽然他是一个自由业 但是他也是相当的忙 他是全年无休的工作 真的 还蛮辛苦的 没关系 我们4小时后见 呦 大家现在是11点半 那我刚刚说4小时后在跟你们见面 但是因为我突然有点嘴馋 想吃一点火腿 阿嬷你刚才有切苹果吗 我切苹果 这个是日本的苹果 富士的苹果 很好吃 我吃吃看 很脆 很甜 它有一种那种苹果蜜的味道 对对对 而且咬起来就脆脆的 口感很佳 日本的苹果我们都很喜欢 现在大概25分就要跨年了 我们现在就先来这边吃一点东西 这样子 来迎接新的一年 另外呢 我们这边还藏了一些小甜点 我们等一下 跨年时候我们会来吃 这样子 3 2 1 新年快乐 万事如已 心想事成 行作顺利 平安健康 大家新年快乐 对吧 大家在新的一年 万事如已 心想事成 很谢谢大家 那今年呢 就请大家再多多指教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明天见 大家今天是2月1号 农历的1月1号 祝大家新年快乐 很感谢大家这一年来的支持 让我的频道很迅速的成长 那今年呢 也在请你们多多关注我 也请你们多多指教 好 那我等一下就要出去旅行了 应该要出去走村一下 那 大家有没有推荐的走村景点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因为我想多认识台湾 因为 以前我在日本长大的 还没有很了解台湾 所以我想再多更认识台湾 那 很谢谢大家 那等一下就要南下了 那今天的Vlog 我就分享到这里 那如果喜欢我这次过年的Vlog 欢迎按个订阅 并且按个喜欢 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 我们都可以一起讨论 那就祝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就下次见 拜拜